哈囉大家好我是屏幕百姓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操縱法的魔王 這次使用的是這個是Eason隊 另外一部影片已經有解說了 這部影片我們就要測試一下時間 因為現在影片還在上傳時間太久了所以我們用這部來示範看看 現在已經過了17秒我們來趕快快速的一個 通關 做個快速通關的測試 看看我們可以用多快的速度通關 預計是30分鐘內 我一樣要防止天降的問題 第二關 這部影片在測速度的所以 解說的部分可能就稍微省略一下 如果太安靜就多多包涵 因為在實況的時候這個 我必須要一關一關跟各位介紹一下那個打法 當然這邊我可以介紹的話我會順便介紹 不過這邊基本上現在是 磨的時候所以不太需要介紹 然後還有再加上這個說話的時候 這個 手嘴會不協調 嘴巴會抽筋 我只要是 光 光屬性的 是我們攻擊的 主力 不一定要做五連啦 因為下一關這個 強化符石是 沒有攻擊力的 我們看一下喔 一二三四 剛好像有強化符石 我再試一次喔 一二 三 四 五 我們看一下五COMBO攻擊力大概多少 一萬出頭 五COMBO會死掉 今天是木彈的血非常少 一萬五而已 所以基本上天降一次他可能就GG了 應該差不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好 在第二關 開始疊木妹 安全一點搭法好了 我用安全的搭法比較保險 好就是我乾脆就不攻擊了 好記得這個時候木妹喔 CD6的時候要開 好我在實況的時候忘記開 又多吃一顆石頭 又被木彈我就慢慢讓他吸死好了 好看一下我們血量有沒有補滿 剛剛好 好所以接下來就可以用力打了 一樣在吸 然後這個光珠魯夠多就可以開爆發了 然後這個光珠魯夠多就可以開爆發了 現在還不是很多所以我不打算現在開 所以我不打算現在開 差不多了 我想一下喔 我想一下喔 第三關 第三關我們現在不開大勝喔 好原因是因為我要留那一隻以免自己 轉錯的時候還有一隻可以幫忙擋 好 CD歸零 一樣先吸再說 我這波會有一點小小的攻擊力 小小的 怕太大力了 大力了 大概快一半吧 但是因為我這一隻比較沒有實況拍的那隻 血量那麼高 好血量比較沒有那麼高所以 我可能會 再稍微斟酌一下 把攻擊力拖低一點點 好像現在這樣攻擊力有點高了 趕快指定換另外一隻 換這樣一下就打爆了 好這隻的好處在這邊 好木妹我們先把它疊起來好了 這個有些時候天降蠻可怕的 找這隻火彈 來幫忙頂一下還不錯 好木妹好我疊兩層 好木妹好 當然我們可以疊的層數越高越好 哇這種天降就很可怕 這沒辦法阻止因為已經全體攻擊了 木妹可以疊三層了 這部分我還是讓他打沒關係 不過他現在攻擊力已經有點大了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血量 最好是不要超過一半 可以看到血量差不多剛剛好而已 我生一次喔這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現在可以看到他的血量 然後再打一半 再打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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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靠 這樣有點危險 嗯 嗯 非常危險 因為我怕一直吸血吸下去會受不了 嗯 思考一下我們現在有一燈開下去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亂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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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燈做護身符啊 所以我現在打打他不會扣血 不打沒關係 不是打他不會扣血 不要添醬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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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空轉一回合 下一波我就要出手 天雷戰場 我記得天車要開喔 我常常都忘記 天降不錯天降不錯 天降不錯這一定是一波帶走 天降不錯這一定是一波帶走 我可以看到二十幾萬二十幾萬 二四六八 已經一百多萬了超過了超過了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吸血 這個我們速度要加快一點了 因為這個在計時喔 好兩波這蛋就直接帶走了 沒帶走也沒關係啦 好現在多留些那個光珠 哎呀 把自己光珠消掉了 來吧 ни 一 來吧 一 來吧 來吧 基本上我這次打的話就是把實況當中 就是手殘出槌的部分都把它略過掉了 這打的tempo就比較正常一點 穩定性還不錯這一對 控制天降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因為它進星珠已經進了某一種屬性珠了 現在我還不曉得我的影片到底轉好檔有沒有 偷看一下 75% 影片拍得太長了 這個不想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我還是把影片做一下剪輯這樣 結果搞不好這部片已經先上傳了有沒有 而且這一隊的攻擊力還比原本那一隊來的弱 我現在在等這個天雷戰場跳起來 然後我們就是濾出一個這個 光珠 濾多一點出來 基本上這一次也是100多萬而已 一波帶走沒有問題 好 直接來吧 所以基本上如果打的順的話 像我現在已經花了大概16分鐘 我直接就可以來到這邊了 所以通關速度還算滿OK的 我指定左邊那一支光彈不打 然後用光彈會幫我們轉光 這樣可以省滿多時間的 運用那支彈 好 盡量做單體攻擊 好 盡量做單體攻擊 好 盡量做單體攻擊 要把他的盤修擋開還不是那麼簡單 要把它搓開還不是那麼簡單 欸 彈留給我阿 唉呦好家宅 我可以看到我目的都沒有開 因為我不想要緊著把右邊那支K人 開掉 一樣指定左邊那一隻 這樣通關速度會升很多 而且這關卡神天將還蠻多的 我怎麼覺得我有點在打昇華 那一堆光珠這樣 突然間會變得好像蠻好轉的 其實也沒有為什麼因為又進珠 然後又一直轉幫你轉 所以你會發現珠子蠻多的 好吧 直接看天雷了 貨房也不開齁 剛剛這樣還沒打死 可能是我combo數不夠多吧 所以有疊沒有疊 combo數有沒有上去 不是啦 我剛剛這隻 被阿武夫沒有起來啦 我把魔力召喚關掉了 oh shit 浪費掉了 奇怪攻擊力怎麼會沒有上去 忘記被阿武夫CD沒有那麼長啦 結果力量整個不僅沒有真快通關的速度 還自己削弱了 還自己削弱了 蛤 有點好笑阿剛剛 11回合 好 基本上無所謂啦 我們就慢慢打 因為我現在集CD所以我就隨便轉 這樣我會浪費了大概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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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彈留給我 我剛把魔力召喚關掉了 有點腦慘 等下開大盛把他送走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在這關比較好集這個攻擊珠 就在這邊先集起來 不然消 水 木 插暗珠 直接開大盛 不曉得可不可以一波拉 是一波 不是一波拉 沒關係 還有一回合 有限的空間做出最大的combo數 的確是最大 可是已經超過了 好 先吸血 木 沒吸血 欸 我的暗珠 水珠 水珠在這裡 水珠 水珠 愛呀 水珠 目前珠子的一個走向是還算不錯 怕天降而已 這對看起來比較軟一點 好像不能撐得了王的兩下 看一下喔 好吧直接開天雷 哎呀這邊少一顆 Shit沒有看到 哎呀我這個按住沒下來攻擊力就差很多了這樣可能三分之一不到吧對啊 天降一下太少了太少了 吸第二層 光珠盡量聚集多一點 這樣在攻擊的時候比較有力 但是我們要急無數啊這比較困難在這裡 就算是等於將會打死了 有 還有 還有 消一息可以變四息就是這一關特點 哇這光珠我實在捨不得他耶 我們消一下這個木珠好了 消幾回合 十回合 十回合的話就隨便消 浪費掉了 兩百一 九千 九百一 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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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量是靠這邊去消啦 我把暗桌消光了 沒有留意到沒有暗桌 光吸都還吸得蠻多的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講 沒有沒有疊三層忘記開 又忘記 我們技能已經出來了 可惜啊 讓我稍微貪心一點點 再來一個光珠 好開這個一燈主要是我要再做個疊珠的動作 好這一波應該夠力了 好 後方 好不錯不錯 這次威力有出來 可惜的是這一波並沒有光珠 好 看我們天降會不會有光珠掉下來 好有光珠掉下來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這是運氣流 好 等一下再煮一波應該差不多了 好可惜的是我時間已經過30 30分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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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一、二、三、一、三、 一、二、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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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沒辦法控制了 所以CD短的話你基本上爆發起來速度就差很多了 一樣我一樣開一燈 做一個 綠珠的動作 沒問題 天雷戰場 基本上這波應該是送走沒問題 時間多久呢 33分15秒 K 可惜 前面講解大概花了15秒到20秒 所以我們現在總共花了33分27秒 這個 勉勉強強還算可以接受 以上是這個 通關速度的測試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